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白你的话语 讨告奉耶稣圣名 阿们 保罗提醒我们 我们通过我们的代表耶稣来到石安山 被数以万界的天使和那些信扣上帝的生灵所包围 而这个聚会在耶稣升天之后就开始了 祂将会一直持续到经过短暂的审判时刻 直到希普雷书十二章二十九节所讲的 不单要震动地或要震动天那时候为止 我们今一会将会分三个范畴谈讨的 第一 石安山 包括欢乐的聚会和审判的聚会 第二 当一切被震动 包括什么被震动了 和那不能被震动的 第三 表达我们的感恩 我们先来看《欢乐的聚会》 希普雷书十二章二十二节 你们乃是来到石安山 永生上帝的成一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里有千万的天使 石安山原是耶路撒冷 和上帝的药柜站立的地方 后来石安就成了上帝的家的代名词 正如诗篇第九篇十一节所讲 应当歌颂居石安的耶和话 将他所行的传阳在民众中 八十四篇第七节讲到 他们行走力上加力 各人到石安朝见上帝 然后在一百三十四篇第三节讲到 愿造天地的耶和话 从石安赐福给你们 由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见到 石安是用来描述上帝的居所 在以赛阿书三十七章三十二节这样讲 必有如正的民从耶路撒冷移出 必有逃脱的人从石安山而来 然后在启示录十四章第一节讲到 我由观看见高阳站在石安山 同他柔柔十四万四千人 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 有此可见上帝是在石安山 和他指民这帮愚民相见的 而在希柏雷书十二章二十三节 就形容今次的相见 是诸掌子的聚会 在同一节经文的后半部 也都讲到有审判众人的上帝 和被承传之二人的灵魂 在这里我们见到 我们是被证明是公义的 是被清义的一帮子民 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 他就为天上的圣所揭磨 天上圣所是树立在石安山上 就像他在地球的复制办一样 当耶稣复临的时候 我们都会聚集在 那通过耶稣而得熟的人的伟大庆典上 在喜乐的传言 伟论这样说 即使在今生 基督徒然可以获得与基督相交之乐 蒙受他慈爱的光照 并得到他亲自给我们的安慰 我们人生的每一步 都能使我们更亲近耶稣 更深刻地体会他的慈爱 并与那平安有福的家乡更加接近 是的 今天我们就可以更加亲近主耶稣 更深刻地体会他的慈爱 接下来我们看审判的聚会 西牌书十二章二十三节 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 有审判众人的上帝和被承传之义人的灵魂 石安的审判提醒了我们记载在 但里里书七章九到十节中的异象 但里书这样记载 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 上头坐着景古常在者 他的衣服洁白如雪 头发如纯洁的羊毛 宝座里火炎 其轮里烈火 从他面前有火 将何发出 侍奉他的有千千 在他面前示立的有万万 他坐着要行审判 按卷刀转开了 是的 按照圣经所讲 天上的食安将会有审判的那一刻 而明治记录在三面策上的上帝的儿女 将被变为完全 一旦审判结束 耶稣将得觉 好像《但里里书七章十四节》所讲 得了权柄荣耀国度 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 他的权柄是永远的 不能快去 他的国必不败为 根据《但里里书七章二十七节》所讲 然后耶稣将回来 将王国赐给他的百姓 就是至高者的圣民 审判对我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一切对我们的指控将会被推翻 一个荣耀辉煌煌的未来正在等着我们 接下来我们看什么被赞动了 《西法律书十二章二十六节》 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 还要震动天 上帝对地球的干雨 通常被描述为地震 正如《哈改书二章七节》所讲 《我必震动文国》 《文国的真宝必要运来》 《我就是这殿满了荣耀》 《这是万官之耶华说的》 《在诗篇六十八篇》第八节也都这样说 《那时地见上帝的面而震动》 《天也落雨》 《西内山见已舌上帝的面也震动》 因此震动是用来描述上帝的干雨 而在耶稣第二次降临 和恶人最后被毁灭 也都用这样的方法被描述 好像《书十三章十三节》所记载 《我,万官之耶华在凡限中发烈路的日子》 《必使天震动,使地游陷,离其本位》 《启赛书二十四章二十一节》 告诉他们知 高处的众军和地上的列王 将会是被震动的人 这就是撒但和跟从祂的众天使 和所有没有接受耶稣为他们个人救主的人 一旦他们被震动 天父对耶稣的应许就实现了 因为一切都在祂的统治之下 下一个题目是 《那不能被震动的》 希伯律书十二章二十八节 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觉 就当感恩 照上帝所喜悦的 用虔诚、敬畏的心 侍奉上帝 那些被耶稣清义和遥述的人 就不会被震动 二人就好像诗篇十六篇第八节所讲 我将耶稣上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自遥动 然后在诗篇一百一十二篇第六节讲到 他永不动摇 二人被纪念直到永远 另一方面 地球将会被震动和改变 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都已经过去了 可也不再有了 地球将会成为那 不可动摇之王国 指民的家园 而这个角度是属于耶稣的 但祂必定会和我们分享 在诗篇四十六篇四到五节和十一节讲到 也在道河 这河的翻叉 使上帝的城欢喜 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 上帝在其中 城必不动摇 万关之夜话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最后我们来看 表达我们的感恩 希伯黎书十三章十五节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 上上以重赞为祭献给上帝 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在希伯黎书十二章二十八节 保罗鼓励我们要感恩 他说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角 就当感恩 让我们通过将自己献给上帝 来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正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说 当作活祭 是圣结的 是上帝所喜悦的 直接通过各一个公义的生活 来履行上帝的旨意 是我们对上帝已经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和祂将会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回应 因此我们要以爱来回应上帝的爱 正如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所说 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根据希伯黎书十三章 爱不单单是言语而矣 它是包括具体的行动 例如 纪念被捆绑的人 包括忘记行线和捐书的事 各位 你如何以实际的方式 来表达你对上帝感激之情呢? 在正道与演讲坏论这样讲 一种改变发生了 你成了不同的人 就会考虑到有一群人 并且站在食安山 而你希望成为其中的一员 你有决心成为其中的一员 各位愿意我们都能够成为其中一员 如来以仗主耶稣 好了 我们今课驱述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课再见 拜拜 拜拜